歡迎來到學用數學 數學有用 在這一講我們用試算表來做出這個根號2的十分逼近法 那如果我們今天想要換成其他的數 除了手動一個條 還有我們更快的方法呢 這就是正講想要帶大家實作的 n的話呢 先讓它輸入是這個2 接下來在繪圖區裡面我們關聯一下這個n 那這裡呢我們就是要輸入這個根號 根號 關聯物件呢這邊就選擇這個n 這裡有很多的數字 選到這個n 按確定 那這邊可以移動 鎖定物件 移動 那這裡的話呢按一下這個設定 那這邊的話 就是 移乘這個3 選擇3 這大小呢就選擇這個大的 樣式的部分呢我們可以選擇這個自中 接下來呢我們就讓它自動判斷 我們希望這幾個數字呢 顯示出正確的數字 我們先把這幾個數先上色 按一下屬性 然後顏色的部分先選成紅色 所以這幾個就是我們等一下呢 公式呢可以自動計算的部分 我們先以這個1.7為例 這個1.7 該怎麼算呢 它其實會數一下前一排裡面呢 有幾個 事實上是比3小的 然後這邊的話是那個 這個d1 就等於 count if 然後呢 我們要輸入的這個公式 那我們現在輸入判斷 是這個 k 小於 這個 n k的範圍呢 從d2 到d11 我們就是判斷 我們就是判斷這一排的數呢 有幾個 比這個n還小 現在n是2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數出來 我們先看一下結果 這裡有5 所以就這排裡面呢 有5個 比2還小 我們希望得到1.4的4 所以這邊呢 我們可以再輸入 再輸入一個這個 減1 再按確定 這樣子呢 就得到這個結果 那接下來就把這個數字更新 怎麼更新呢 就是利用這個 加上0.1乘上4 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輸入等於 c2 加上c1 乘上d1 再按確定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得到 1.4 現在有了這兩個公式 我們就可以把它複製到其他格 先將這個d1這個 複製到 f1 he 跟je 還有ve 接下來呢 將這個 12的公式複製到 g2 然後i2 跟這個c 還有這個c2 這樣子完成的公式呢 我們再來重新計算一下 例如說把它改成這個5 當改成5的時候呢 就發覺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數字呢 好像沒有更新的很正確 其實是因為這個表格更新的 速度不一致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就要把這個表格全部再重新算一遍 如果那要重新算呢 我們這邊 可以建立一個按鈕 再點選一下 這邊呢就是按一個這個更新 這邊更新 那這邊呢輸入這個指令 update update construction 那這邊用個圓括號 那我們按一下這個確定 接下來呢再切成移動 那我們再點選擇更新 這裡按更新竟然沒有完成 我們再查一下有沒有什麼錯誤 好 那我們把這個複製 把這個呢 再複製 這邊呢 再按這個貼上 發覺這時候複製的時候呢 它沒有正確的完成 那 這時候呢 我們試著再把這個公式呢 重新輸入 A2 加上A1 控的V1 再點確定 好這樣子呢 就正確的顯示 好那我們再來試一下這個 根號10 對 根號10一開始呢這是錯的 按一下這個更新 再按一次更新 再按一次更新 有時候多按幾次更新呢 它這邊重新計算 才會得到正確的結果 所以這樣子呢 就得到根號10 是3.162 它事實上呢 還可以把這個2加進來 3.1622 就是根號10 那如果今天呢再算這個根號6 更新呢按個兩三次 按到不會動了 這邊表示呢 這邊表示它是2.449 那現在如果想將結果顯示出來 我們這邊 點選這個插入文字 那如果想要出現根號符號 我們這邊呢 選一下 這邊有個根號 它的指令呢 就是sqrt 那把剛才的這個n呢 放進來 這邊選擇這個n sqrt 那接著再選擇這個近似的符號 然後我們來輸入呢 這個數字 對 這個數字 我們這邊 可以再插入 這邊可以再插入一個這個空格的公式 這邊 點選 i2 加上 i1 乘上 j1 這樣子呢 就會得到這個 2.4494 好這邊按下這個確定 最後呢再選擇這個字 再將它這個變大 那我們可以調整一下這個 對 調整一下這個位置 這樣子呢 就完成我們這十分逼近法的這個操作 所以這節呢 對這節最主要的就是在這邊有個contactif的指令 他可以幫我們自動去數 到底第幾個是超過這個4 通過這判斷 加上一些試算表 我們就可以得到 根號的十分逼近式的自動計算方法 好 感謝大家的聆聽 歡迎大家持續關注 學用數學 數五學有用